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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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政府數字 去年度公務員離職達到1萬多名 較1718年度增長22% 其中36%是辭職 辭職率升了近兩倍 各界除了關心其原因之外 更關注的是 目前情勢下 應該怎樣留住公務員隊員的人才 同時有更有效的方法吸納心人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事大報解 今年有一個比較大的消息 我們要關注的就是 香港公務員隊員離職的人數 創歷史新高 六成是退休 有三到四成是辭職 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請嘉賓跟我們聊聊 今天我們嘉賓 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管事 梁秋成 梁秋成 你好 先說一下歷史新高的公務員的離職 問題在哪裡 那兩個數字 拆開來看 一個是六成左右的退休 一個是四成左右 三成多的離職 先說退休 怎樣看 是不是剛剛去到這個時候 那個年齡是差不多 對嗎 對 退休暴 對 我們早就預知了 因為在… 記得到 是的 整二十年 之前 因為一段時期 是沒有請過公務員的 簡直是凍結了 好了 凍結的時間來講 都十幾年 好了 到二零一零年 才開放回招聘 那你開放回招聘的年代來講 也不是大量去吸納 都是小量去吸納 因為不可以膨脹 好了 那個… 就是… 現在我們看到了 由於你… 因為過去沒有一個交替的情況存在 那個年齡一定是斷層的 好了 去到二零… 二零… 二零一九年開始 就開始了那個退休朝了 那退休朝一路 就要去到… 多少呢 二零二四年 才開始向下滑下去 即是說停止了 因為有新人可以接替到 即要去到二零二四年 在二零二四年之前 即是包括今年來講 每年的退休都仍然是圍住幾千人 是 以前有一段時間 剛才你說了 就不擴張了 我記得叫做自由流失 自然流失 自然流失 即是走了之後 就不會再補回人 是的 這個是什麼時間 這個時間 就是香港經濟比較下滑的時間 那段時期就是 政府也要控制公務員的比例的增長 他一直都希望控制著 在16萬至17萬左右的情況 但是大家要理解一件事 雖然控制在這個情況上 但是你的社區是沒有停止過擴張的 市民要求的服務就越來越大 你仍然是捏著在那裡不放 那就造成了今時今日 你沒有辦法可以 招聘到足夠人手去處理 是 因為現在我們面對另一個困難 就是說 你招聘困難 現在都 金融市 我們又是歷史性看到 是 原來政府公務員 現在是沒有人去招聘的 是 這個等一下再說 怎樣去找人 是 先說那些人走 一個就是退休 剛才說了 是 那三成多的離職 根據數字跟1718年比較 我不知道為什麼1718 為什麼不是跟去年前也比較 我不知道 是 整個成年接近兩倍 是 那個是有多少個因素造成的 我們看到來說 就是在過去那一年 就是 尤其是新出來的指數 2022年的指數 為什麼去到這麼高 主要就是第一 工作的壓力 第二 市場上也插入手樓來 去劃你的中高層的管理人員 是 因為市場上也開始經濟復甦了 人要儲備一些人力 應付商業的競爭 我們看到這件事 你看到別人出高薪去劃你的時候 你政府有什麼方法去留住人 這個就是一個弊病 長遠我們一直都提醒政府 你現在的制度一定是要改善的了 你不可以用公積金的制度 來去做這個員工的退休福利 人家做滿10年之後 他拿回自己的工 你政府工一份 可以移動的 走人的 是 政府給到 即是外面的私人機構 給多三分一糧給你 一個人工給你 你不走嗎 大哥 你要想一件事 但是將來你退休之後來說 你什麼都沒有了 醫療最主要的 對於60歲、65歲的年代 每個人的醫療是最重要的 是嗎 年輕人有多少可以看醫生 但你60歲以上的時候 你是最需要的 即是現在有些政府公務員的優惠 譬如牙科等等 退休就沒有了 一刀切 從你離開政府那天開始 政府就跟你結帳 兩筆拖欠 你不能離開 那你的醫療都沒有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怎麼跟外面的私人機構去競爭 私人機構 現在有些大型的機構來講 都有一個醫療福利在 是不是 好了 我們作為原方 我們已經看到了 一早就告訴政府 不如這樣 我們吃虧一點都可以 不如我們原方都拿一部分的錢 每月供一部分的錢 作為一個保險 政府也供一部分 將來我們延續的話 我退休之後 我還有醫療福利 是不是 但現在不是政府 都沒有理會 沒錯 你想想 你進來政府的時候 你連這些基本的東西都沒有 那你還有什麼 第二件事 你說 我還有一個防護津貼 OK 防護津貼 你進來做防護津貼 又來打工 十年 你拿足十年 拿完十年之後 那就拜拜 是不是 我拿完了 既然間 我又沒有一個 綜綁式的退休制度 是不是 也沒有一個醫療的制度 那怎樣吸引我留下 是的 我們看起來 現在的弊病就看到了 以前說的工務員叫做 新高良準 是 現在 新高良準這四個字 還有沒有吸引力呢 我想良準 還有金人力 新高就完全沒有了 就是有競爭 是的 為什麼呢 你作為一個進來 當一個公務員 老實說 學歷一定是必然是要的 是不是 好了 你作為一個基層的員工 你進來做一個普普通通的文職人員 是不是 你又要懂得使用電腦 又要懂得 中英素三科 你都要合格 是不是 那你給幾次的薪金 基層的員工是最需要的 市民是最需要的 因為他們服務 真的是前線服務他們 好了 這些人有多少錢一個月呢 14000至15000個月 我們最近做了一個調查 市場上 我剛才去查餐廳 問那些樓面 你幾千個月 17000 你現在告訴你18000 你需要什麼學歷 洗碗也要差不多 洗碗也要高 沒錯 他說 你看看 你做個樓面 你需要不需要懂很多技術的東西 中英文 你懂不懂得流通 不需要 但別人都出了這樣的工資 你說在市場上 你怎樣跟別人搶 所以 工作壓力也是一個問題 是 現在來說 因為你人手不夠 工作來說 老闆一定一直追債 追債 你還沒交給我 還沒交給我 那些伙計告訴我們 跟我們工會說 最多只有三個人工作 好了 我現在走了一個 我剩下兩個 你的工作一直壓下來的時候 我怎樣交功課給你 即使沒有這個退休潮高峰 因為之前是自然流失 現在已經出現一個工作的人 你剛才說 機器可能越來越大 因為市民需求 沒錯 但你那個工作的人 一個對多少個 已經相對少了 相對少了 那壓力是非常大的 有些老闆來說 其實也造成了別人不肯去做 再做下去 做了幾個月就離開那些 大哥 你今天派了10個個案子給我 就說一個星期內要我去完成 那10個案子 舉個例子 我也是出去調查的 是不是 好了 那你出去調查的時候 不是每個客人 都心甘情願 給你足夠的資料 是吧 那你又要追查這些資料的正確性 你說一個星期要我做完 未必做得到 是不是 別人不合作 你就無法加功課 OK一個星期之後 你老闆呢 第二個星期了 我又來10個給你 那你加上來 前面還未完成的 都會累積上去 那老闆知道的 但我看到 時不時有些 政府招聘的 某個部門 某個位置 那些是否短期 那些薪金 待遇都相當高的 三五七萬也有的 那些叫中層 或者高層的管理 那些一般來說 就是技術部門 或者專業的職系 他就可以自行去招聘 這些人才來說 其實我們看到 你招聘不到 他也是知道 問題出現在哪裏 你的工資 根本上就不吸引 是不是 那他怎麼會進來 就是說 現在我們看到 那些看上去 相當吸引的 是 其實因為他是專業的資格 他在外面 可能更高也不一定 沒錯 好像建築業那些 是不是 那你 就是 三跑啊 機場啊 那些是和你搶的 那些人才 是不是 那些規模 那些工具 那些是市場上 最可惜的 那你政府 也沒有一個彈性 在那裏 市場上不好 我高點薪金去請 不行 你的機制在那裏 綁綁著你 一環扣著一環 你不可以 多加兩千去請 沒有可能的事 那別人這些專業人才 來到的時候 是否要看看 你的前景 給我有多少利益 我才進來 根本還沒有達到我的目標 我為什麼不去外面 滾 而且我們也看到一些 在職的同事 他們的怨氣 還有他們跟我們透露 也有說 我早就出去了 出去了現在多厲害 我在那裏做了檢查 只有四萬至五萬元 外面給我七八萬元 我為什麼不走 就是這些 用一個無形的手 就去你那裏拿人材 一般市民 還會問一個問題 是 政府又不是沒有錢 人家出那麼多 你就出多些 是否制度限了 不能這樣做 制度上是沒有辦法 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事實上 政府一直以來 都沒有跟員工 著著實實溝通 怎樣去把行走 三十幾四十年的制度 去做一次大型的調整 是吧 即是那個叫做 即整個體制結構 結構的檢討 好 但是為什麼 你對紀律部隊 十年都平常做一次 每十年做一次 但是做文職 完全是不做 我們提了很多次 很多次都不做 這個根本上來講 不合時 你現在這樣的制度 你是要再重新去整理過 是吧 你有招聘困難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彈性 先喝杯茶 回來繼續聊天 繼續收看《時時大報解》 今天嘉賓是 香港公務員公會聯合會總幹事 梁秋成 梁秋成 剛才喝茶之前提到 前景令大家都 有些卻步 是 我想來想前景不外 三個方面 一個就是 薪酬 眼前的 最接近的 第二個就是 有沒有升 升 隨著升 待遇又不同 第三個就是退休 是 是不是這樣看 可以這樣看 可以這樣看 但你現在三個方面 都不吸引 所以在招聘上 你現在就出現困難 是吧 第一就是 你前景 你進來做公務員 是 穩定 是勝於一切 政府一路都強調這件事 官員更加說到 我們政府請人 不需要吸引 有兩個字 穩定 他們就會接受你 所謂良準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 穩定 雖然是穩定 都要開發 大哥 是吧 在這種情況下 你的工資 幾十年都不去做一次 大型檢討 是吧 在這種情況下 你的靈活性就少了 是吧 人家外面跟你搶人 人家在市場上找不到人 他可以提升工資 在市場上拿 但是政府不是 政府因為工資的制度 就是一環扣著一環 是吧 在這種環境下 你即時去提高工資 也不可能會出現 是吧 好了 因為熱飯就不可以吃 就算你有檢討 就算你有入職薪酬的調整 你都不可以即時顯現到 可能都要很多年 幾年時間都沒有 起碼一兩年時間 你才能做到 沒錯 那這些是 你怎樣去救燃眉之急呢 這個就是公務員的實際情況 是吧 第二件事就是說 你的晉升 晉升這件事來說 你能進來政府的話 你就不要想著 你有潛質 你有很大的機會率 是吧 我肯搏一定有機會 不是這件事 因為決定那個升不升千 是上級 是的 是你老闆 以及你在職裏面 累積到那個工作經驗 不是說你一定 你有一個衝勁在這裡 你就可以升到級 你這個不是私人機構來的 私人機構就可以這樣 你為公司賺到多少錢 公司輕日可以升你 做總經理都可以 政府就不是 因為在你前面 還有很多前輩在這裡 退休更加不用說 退休就是現在 跟一般市民的就業人口 沒有分別 是嗎 完全沒有分別 現在退休呢 為什麼出現最大的弊端呢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當他進行新的公務員招聘制度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已經跟政府說了 就是告訴他 喂 你那個福利 沒有了吸引性在這裡 第一 你沒有了捆綁式的退休保障 是吧 第二 你沒有了退休後的醫療保障 是吧 就是說你一退休在60歲 你退休那個年代 你是最需要醫療的 是吧 年輕人當然 那些很少要看醫生 年紀大 你就不可能不去看醫生 這個是實在的事情 好了 到你退休的時候 政府一刀切 就斬了 在這個環境下 你是不是也缺乏了招聘的能力 就是耳駕能力 你從外面都沒有 在外面的大機構來說 雖然連地下的那個 就是補貼制和保險制 是吧 事實上我們都向政府提出過 喂 不如這樣我們吃虧一點 我們員工都同意用我保險的制度 是吧 我們在我們人工裏面 撥了個百分比 你政府撥了個百分比 即是提前儲蓄 是吧 大家去儲蓄 到我退休的時候 我不用突然間沒有了那個退休 醫療保障 是吧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我們提出這麼多年 到現在一點都不改 是吧 仍然在走這件事 那你還怎樣去 你還要有一個退休的優惠 去吸引別人呢 是吧 說到退休 即是當年舊制的時候 所有公務員都戴了一頂帽 就是精英 就是香港精英 是吧 是吧 再加上身高良準 你就坐得穩了 是吧 所以當時很多人 有些人就會救病 這個公務員太過特權階層 等等 就是拿這麼大的一筆 退休金 又會有長縫等等 但現在看回頭 是不是真的要回到那個情況 才可以挽回整個隊員的穩定 我相信你最基本 最做到的一件事 你給別人有一個退休保障 即是說有一個捆綁式 也可以有一個新的退休保障 對 不一定好像以前那麼容易 不一定這樣 那麼你起碼被人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我退休之後 我有一個醫療福利 我有一個退休金 雖然不可以很豐厚地去安渡我萬年 但是我不用餓 是吧 即是我的要求已經達到了 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喂 我要離開政府 我也要考慮一件事 喂 將來我的退休保障 如果我離開就沒有了 雖然有一個退休的制度 但是它也是公積金 但是政府給的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捆綁式的長縫制度 即是這個制度如果存在的話 你今時今日就不會有一個很大的退休 或者是走人辭職潮 即是你就沒有了一個後顧之憂的問題 是的 你可以看遠一點 正如說前景就看到這個前景 是的 因為我要離開的時候 我要考慮我損失的東西 我損失很大的 過去就是這樣 是吧 為什麼你外面的人工 飛漲也好 公務員認得平穩去過渡的時候 大家想一件事 為什麼我不離開呢 因為退休 我有一個退休保障 是吧 所以我不會輕易離開 是吧 但是今時今日 為什麼情況是這麼惡劣呢 現在眼前 唯一我想得到眼前 可以做一個救急的 就是所謂叫做翻閹 是 即是請回那些退休的 重新回巢 這個效應怎樣呢 現在這個效應來說 都不是理想的 政府一直都在做 尤其是2023年 今年年初 年初開始 就已經是 很早就已經是 叫員工了 即是你五月退休 他一月份 已經跟你說 留下 十二個 多少個星期 即是六個月 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留六個月 通常同事來說 留完六個月之後 又六個月 但是現在的情況不是 你就算留他 他都沒有意思做下去 因為其實那個工作壓力 是非常之大 由於你人手不足 上頭又要交功課 市民也有一個要求 那你前線那裡 是很逼迫你的 即是你怎樣你都要做 死定他 那喂 我手頭上沒有兵 我自己做了多少事情 一個人兩雙手 我不加班又不行 即是我不放假去做 你都未必可以 現在說這些所謂翻閹的 基本上都是管理層的 多數都是管理層 中層的 多數都是這樣 基層那些來說 其實來說 基層走的 可以留下的 由於你用薪金去頂身點 也稍微有吸引 即是如果我現在拿著 四萬元一個月 你叫我留一百八十日 OK 我願意留下去 是不是 即是出去未必找到四百 四萬元 我一把年多了 是不是 我願意留下去 但留下去的人來說 他都會看回 喂 我成不成得起 未來的日子裡 我真的要交到功課才行 你無法交到功課 人家都不會跟你促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由於壓力的問題 今年市延長退休的做法 亦都不收效 不收效 你在市場上請人請不到 我現在才慘 是 我們都未見過 即是說 那麼慘情 即是請人 你預計要請二千人 一個即是 你最多請到那九百人一半 喂 大哥 那些是空缺 是不是 整個政府部門 是等著你請到有人回來 我放進去 給各個部門用的 你請不到 那怎麼辦 你再織那些 就辛苦 是不是 你加班加點 都要搞定 聽你這麼說 即現在真的沒有什麼 很明朗的出路可以想 唯一的就是 正如你剛才說的 整個薪酬制度 有一個架構性的檢討 沒錯 即是重組 好 另外就是 包括 應該包括了 薪酬還薪酬 是 退休保障 是另一條線 即是這兩樣東西 是不是現在要做一個大動大手術 才可以解決這個目前的情況 其實現在是適當的時候 即是說 給政府也有一個藉口 去整個文職即係檢討 即是你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你自己都說是請不到人 是吧 而事實上都是真真正正出現了結構性的問題 薪酬 福利 即整個結構性是要檢討的時間 那為什麼不做呢 是吧 你不做的話 你更加知道人家請不到人 即現在那個 進來做公務員 但有很多制肘 是吧 即是很小心的 所以年輕的一代來說 如果外面有景的話 他真的不會進來 是 是 那退休金那裡 即是退休保障 我不要叫退休金 用回復舊官是不可能的事 很難 回到舊制的那些很難 那現在有什麼新的 除非有新的保障制度 現在你所謂的新的保障制度 70%是新人 新制度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現在要做一個大型的改革的話 可能 美國付出可能會大了 是吧 當然了 這個要找一些經濟專家去檢討 是吧 怎樣可以把延行那個 即是說那個退休的制度 以及公積金的制度 去融合下去 那個長篷的制度 是吧 來來去去 對我們覺得一個長篷的制度來說 你是可以綁到員工的 可以留到人的 是 亦都可以抗拒到外面的吸引 沒錯 或者拉力 這個歷史是告訴我們 為何過去香港經歷了這麼多的時段 那個氣氣落落的經濟 為何公務員仍然穩定地服務 以及穩定那個隊伍 即是不會有大上大落 是吧 這個就是過去那種制度的問題 是吧 老實說 你現在可以參考國內 國內公務員來說 他都是長篷的制度 是吧 雖然他是可能沒有一筆過的 退休金給你 但他每個月都可以拿到 是吧 即是你香港政府怎樣去改善呢 在這方面來說 我相信你一定不可以再困住口袋 不拿錢出來的了 你一定要將整個制度 是吧 看看可不可以 找一些經濟的專家再重行去 是吧 好 今天謝謝楊秋天跟我們聊天 次次大播解 下回分解 來吧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